哈喽哈喽哈喽 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 然后现在已经特别晚了啊 现在你看一眼外面都已经天黑了 我们呢也是刚刚完成今天的拍摄 然后回到房间我们在干什么啊 就是在拍这个全新的一个月录书 然后这次月录书呢 我们是跑到了内蒙 而且内蒙真的是非常的冷 你知道在北京我出发的时候 好像过的应该还算是夏天吧 还算是夏天之所以用 还算是因为我还可以在白天的时候穿短袖 但是在这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 而且我们在草原里边穿越的时候 那到夜里基本上已经可以到零下五六度 甚至七八度的这么一个温度了 零下零下五六度七八度 然后白天呢最高的时候也就大概零上三度左右 然后太阳直射还好一点 但如果有风的话 这个体感温度一下就会觉得很凉了 然后这次月录书的两个主角 如果你看我微博的话应该也都知道了啊 一个是全新的G50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款的G500的四乘四平方 对所以这季月录书这两台车啊 非常非常的抢眼球的两台车 非常非常自在流量的两台车 对吗啊期待吧 然后我们编导不让我们说去拘透啊 这个那个的 所以我也没法跟你说太多行程上的东西 嗯但是这一趟里 我也的确领教了一下李总的厨艺啊 真的是不得不地 嗯 事隔多年 以前好像我自己烧烤的时候 也烤过什么所谓的外交礼生 这次我吃了一个羊腿 跟那个外交礼生这个词 也是有着很直接的关系的 你受了吗 嗯然后 这周还有什么事啊 这周有一个特气人的事 就是在微博上有人 说啊 有人就是那种偷牌子 然后敲诈啰嗦钱的 然后用那个微信的名呢 其实直接用的就是我的名啊 陈镇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什么数字 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呢就 呃管这个市主要300块钱 因为呃他把市主的车牌子给拧下来了 拧下来之后呢 不知道给藏在哪 可能这种情况你给他一点点钱 他就会给你 呃一个地址或者一个地方 然后你去找到你的这个丢了的车牌子 对就这么个事 说白了 这就是盗窃加敲打罗索嘛 但是居然都敢实名制了 因为如果你不实名制的话 你怎么把这个钱取走呢 对吧 这是我挺好奇 有关部门为什么对这种事不处理 然后更加让我生气的就是 这个人的微信号 居然用的是陈镇什么这 哪一个数字 然后呃微信的名居然叫萝卜报告 你受得了吗 这太过分了吧 嗯有点胡扯淡了 实名制啊 实名制盗窃 实名制 敲打罗索 这个 有点扯淡 然后再有呢就是 关于新农业车的两档的事 一个是这个法拉第future 还有这个恒大 好像又撕破脸了 贾跃亭跟这个许家印啊 说在香港那边好像是ff的老的股东 又要什么去把原来的股权争回来 把这个那个的反正各种呃说来说去 反正我就其实作为一个我仅仅是对产品对车感兴趣的这么一个人 我就纳闷了你说这个ff怎么造出一个车里那么费劲啊 一会儿是说PPT吧 一会儿是呃又在这个这个这个资本方面出问题 真的是够费劲的呃跟它比起来反正这个未来咱甭管怎么说产品是做出来了 但是让我现在比较头疼的是现在此时此刻已经是十月十几号了啊 已经月中了 怎么还没有人通知说我自己订的那台ES8什么时候可以提车呢 但是他在APP里提示我预计的提车的时间应该是十月份啊 对吧 这个是我好好奇的 非得要拖到十月底吗 然后再有呢 就是蔚来那边呃 之前股票反正也是坐了过山车了 一会儿特别高 一会儿特别低 但是反正现在也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特斯拉那边的一个股东也去入股了这个蔚来汽车啊 那对于这个事儿来说 对于蔚来来说那肯定是一个好消息了 对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反正呃 最近这个蔚来的股票还是稍微涨了一点 反正现在好像是8块多还是9块多 我也忘了 但是涨了一点点的 然后再有呢 就是啊 对 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车 呃 这个这个这个 A45 对 呃 因为在这个级别的四缸2.0T 涡轮增压的这些小钢炮里边呢 呃 之前A45就一直是领头羊的一个地位 就是它的动力已经三百多三百 多少来的 三百八十多马力 它这么一个动力输出了 然后我 这周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它即将推出的这个全新的A45啊 最大的输出功率已经是超过了400马力了 那我觉得什么高尔夫R啊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是吧 I3啊 赶紧抓紧呢 同学们 你看高尔夫R那边才敢出一个R400呢 还是个概念车 可是你看A45这边已经直接把量产车都做到400马力加了 然后话又说回来 这个2.0T的潜力到底在奔驰这边有多大的可能性 哇 想想都恐怖 一个2.0T400马力还要多 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我特别期望能够试到这个车 呃 然后还有这周好多人劝我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关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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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微信的聊天记录 是一个微信的群里 家长群 因为我也在我儿子的这个学校的家长群里面 呃 然后提到这个事呢 就是说有一个家长拿一台跑车去送了孩子 啊 然后老师不满意了 其他的家长也不满意了 但是对于这件事 我的观点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为什么这些家长可以拿自己的孩子的学习成绩去跟别人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做比较 而不许自己孩子拿自己家里的车去跟别人的车 别人家里的车去做比较 因为这样显然可能自己的家长没有别人的家长有本事吧 我觉得啊 我猜的 所以我认为提出这些想法或者说是不满意 反而是家长的这种所谓的虚荣心在作祟啊 而不是说孩子会有什么比较的心理 这是我认为的 所以我决定 等我们月卢书拍完了 如果哪天我有时间送我儿子的话 我准备开四成四去 这会不会太过分了 开个玩笑啊 开个玩笑 然后还有就是啊 这个电动自行车 对电动自行车 就是之前一直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 在北京 但是据说过不了多久 这个电动自行车可能开始就要上牌照了 然后一部分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呢 可能在下周还是在下下周啊 就是要去领这个所谓的临时牌照了 好的政策啊 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政策 然后好的一个管理手段 但至于执行的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我就是不上 我在马路上就骑 那有关部门会不会对我进行一个严格的管理 这个是我作为一个交通参与者来说 拭目以待的 真的应该好好管管这帮人了 还有那些什么送外卖送快递的等等等等 对 再有就是这周 股票 朋友 你买股票吗 你要是买股票的话 我估计这周本管是美股港股还是A股 反正都够劲 够劲 对 我现在已经不看了 就 当它不存在 过一个月呢 我再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应该不会很惨吧 我猜的啊 你看我多么多么的乐观 哎 好了 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 然后待会我准备洗洗涮涮就睡了 因为明天呢还要继续的拍摄 虽然很累 虽然很辛苦 但整个这个过程呢 因为其实这两台车 一个全新的G500 还有一个老款的G500的4乘4的平方 我都非常喜欢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很充实的 然后再有呢就是 等月月录出吧 这期视频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精彩的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倒霉事还是挺多的 什么限车呀 这个那个的 嗯 OK了 那就这么着 呃 祝你周末愉快啊 然后我呢就继续为你们做好看的视频就OK了 拜拜 拜拜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